这里有一条比较特别的数学题目 我们可以过来看看 这个包含在两个绝对值里面 6正负,有一个跟好 跟好里面又会有一个负的刺坊 这个会成为了我们讨论的针对焦点 之后减一个10 记住,这个是一帕绝对值 这一帕是一帕,然后外围 蓝色的这个是另一帕,那不要搞错了 不要以为这个负10是一个,不是的 然后我们刚刚说过,这个讨论的焦点 就针对这个跟好 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看 首先我们平时讲开 要开跟好的话 例如开跟好Y 那如果我们需要在这个实数范围 找到这个解的话呢 那我们要求的条件呢 就是这个Y是需要大个或者等于0 OK? 然后我们看看里面的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负一个数的平方 那它有什么意思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任何的数字 对于任何的数字 它就是平方 那它的平方呢,这个东西呢 就一定会大个或者等于0 那你如果试试丢一下 那你试试丢一下负1 啊,π啊,这样的这些数呢 全部它都是会,除了0以外 你丢其他数下去呢 它都会大个或者等于0 那所以,如果我们take这个东西的负数的话呢 那今次take这个东西前面有个负数了 x的平方呢 那这个东西就是会绝对小个或者等于0 因为刚刚好负数了嘛,对不对? 那,之后我们要讨论的东西呢 就会显得有些矛盾了 这一块东西 如果要跟好成立的话 里面的东西是需要大个0 就是这里啦 那如果要这个平方的东西成立的话 负平方的东西成立的话 那这个东西就会小个或者等于0 那唯一要 fulfill 这两个条件的呢 那就告诉你 整个跟好以rareway的东西是等于0 那所以呢,这一条式呢 我们间接上就可以用这种推断的方法 化简成为这样的 等于一个大的绝对值啦 然后小的那个6正负 这一块东西无论多复杂都好 由于它有一个负的平方 而且还开了跟好 所以这一块东西呢 turnout就变成了0啦 那就可以关掉这个绝对值 然后呢,外面再减10 那6加或者减0都是6啦 带完6个绝对值 Evaluate 出来都是6啦 那所以最后呢 我们会出造变成一个绝对值 6-10 那turnout出来的答案 6-10是-4啦 负4绝对直化了之后呢 那就是4啦 那也可以理解为 负4和0点的距离就是4格啦 就是这样啦 4-3 4-4 4-3 5-2 5-6 5-6